粉红色的断面洋装 高跟包鞋 她上了大卷的头发 披在肩上 迪妮的身形从单纯变得复杂 自恋而惆怅 然而那却让她变美了 让她原本的活泼倾向沉浸 哀愁 仿佛她原本单纯的心房 生出了不同的向度 使得哀愁找到空间进驻 因为她的人生就要成熟 复杂 迪妮刚订婚 男人半小时候要来接她 说是要去看木炸的一栋房子 她一定是玩傻了 没注意到她跟着她 她下车走近 我们要不要谈一谈 她口齿不清 蛤 什么 我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吧 她的声音低沉 眼睛蒙上一层薄薄的雾气 她吓坏了 摇摇头 琴 又摇头 像虚弱的自我辩解 没 她捏如着 她盯着她 她看起来稳定 穿透力十足 不像她这么懦弱 不知所措 她呼吸 终于抬头 正是她的眼睛 没有 她说 没有吗 她问 错过了什么或抛弃了什么 谁绕了路 或丢掉珍贵的东西 我从来都不会觉得真的可惜 没有东西丢掉了 或者没来得及相遇 会让我觉得遗憾 可是 她伸出食指 轻轻抹了她的眼角 又点点她的鼻头 把微微湿的食指尖 放在她眼前 这东西 我觉得遗憾 我应该重複她 那招就是她的眼前